Hello 大家好 各位來臨新港城中心的朋友 你們好 這裡接近有紅館的感覺 再次歡迎大家來臨新港城中心出席 馬馬梁烏雞登場的記者招待會 我是今天的大會詩儀Toby、陳婷欣 你們好 除了見到我外 在我們坐的觀眾席 大班美女學徒會和大家見面 全新一輯烹飪遊戲節目 美女廚房即將和大家見面 時間和日期很快就是下星期六 六月二日晚上九點半就會隆重首播第一集 我們三位主持包括蕭靜南、蕭公子、阿博 和張鎮朗主持 而每集都會請來三位不同的美女藝員 上來挑戰一下比賽的廚藝 同時我們也會請來名中不同的名人 歌手朋友、藝員朋友 做試食的嘉賓給他們給分 簡單來說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做白老鼠 到時一定有很多笑料放送給大家 另外交組之前我們其實已經舉行了招募行動 就是公開招募我們的美女學徒 能夠成為美女學徒 你們都可以近距離去欣賞和觀摩我們女藝員的廚藝 甚至乎在稍後時間在節目中都會見到你們大顯身手 因為你們都會有比賽而進行 今天除了可以見到我們其中兩位主持 蕭公子和張鎮朗之外 一班美女學徒稍後跟大家見面 但之前有一項禮物要送給我們現場觀眾 就是我們較早前拍攝的美女廚房MV MV MV Gonna make us ring with my own special combo Make you my, a la la, a baby Yes, a pie, a la la, a baby Fool you my, a la la, a baby Sugar baby, sweetie pie, pop it, delicious ah oh Summer time, a la la, a baby In the prime, a la la, a baby Let it dry, a la la, a baby Sugar baby, sweetie pie, pop it, delicious ah oh Yummy yummy, delicious, sweetie pie Yummy yummy, delicious, cute pie Yummy yummy, delicious, pretty pie Yummy yummy, delicious, cute pie Yummy yummy, delicious, pretty pie Yummy yummy, delicious, cute pie 蕭公子和張震朗有請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好了,剛才看了MV 其實坐在你們身旁已經有18位美女在這裡 有沒有想或者希望期待哪一位快點上來節目呢 我現在無用無求了 無用無求真的嗎 對啊,都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一些… 能夠多點分呢 虱蕉炒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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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不是人人都吃得起 你是少吃這道菜 我覺得我想提議監製 譬如我們男生或者嘉賓主持 所有人下半身可不可以見不到 全部被馬桶坐著 為什麼呢 一邊吃可以一邊瘋 真的嗎 這麼難減嗎 珍朗已經吃完那一頓之後 那晚也瘋了幾次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暫時拍了多少集 暫時拍了一集而已 那瘋的次數是多少 一集就平均瘋兩次 真的 沒錯 記不記得特別有哪位 可能比較地獄 那晚應該不關他們的事 那晚應該是我們上去參與的藝園同事 等一下你會不會上去的 我不知道 怎麼了 你會不會煮到食物 到時 好了 時不時也要提提大家 剛才我們介紹了有美女學徒 其實他們陸續都會在BigBig Channel裡 開Live去教大家煮食 除此之外 現在BigBig Channel都會舉辦了一個美女學徒榮譽生選舉的活動 其實由今天開始到8月6日 全球的BigBig Channel的用戶 都可以透過BigBig Channel美女學徒投票的專用區 投選他們心目中的美女學徒 當然大家想近距離了解多些他們 不如一次過請18位的朋友上來好嗎 OK 有請 我們可以聊聊天 將他們分組 你們可以多些更加貼心的問題問他們 我們請兩位站前一點 比較人多他們 好 好 我們看到當中 可能有幾塊的臉口 大家會比較熟悉一點 當然也有很多 是大家素未謀面的素人 現在大家穿齊 整齊的美女學徒的制服 是不是要分兩排站 需要吞後一點 女生就吞後一點 兩位主持人站在中間 好 我們先拍張合照 先拍張合照 請小公子和張陣落在中間 後面那排向你的右邊踏一步 再過一點 右邊 右邊 對 好 先看前面鏡頭 我們今天會逐一和每一位都可以聊聊天 分三組 第一組我們將會有Kelly 諾兒 諾兒 Phoebe Eunice Leanne Lina 和Natanie 對 好了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大家集齊去見記者們 可能 我們看前面 雖然大家都很溫心聽我說話 應該會是耳口聽的 eki 我是Kelly 五樂儀 Hello 你好 你在美女學徒料理有一道拿手的菜式叫做 開心果焗三文魚 想問兩位喜不喜歡吃開心果和三文魚 看看重不重 開心果配三文魚 是啊 焗一焗 分開吃可以的 瓜子配鮮油的朋友 都差不多 介紹一下你自己的這個菜 其實是開心果牛油果焗三文魚來的 開心果牛油果很開心所以就叫做開心果 或者是牛油果又很開心三文魚又很開心 聽來菜式很開心 你有沒有煮過的Kelly 我真的有的其實很簡單的 為什麼會有這道菜呢 因為牛油果本身營養很豐富 有超過20種維他命 在裡面嘛 然後開心果的Nuts 其實除了開心果還有其他甜品 其實整件事已經很健康 吃完會很飽 很簡單的 那個醬料就是用開心果 所有的食材你可以不用現在介紹怎麼煮 要不然你現在講完到時候就不用拍了 他準備煮了 他準備了 我們可以 我聽完他說我也不想吃 我想說我做過一次的 就是我拍的時候 但是我們工作人員試吃之後 他們都覺得很好吃 他們都吃光 他們都吃光 吃光的 剛剛有個辭職 不辭職 阿輝 所以阿Bob今天來不了 好 先問問樂儀 樂儀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儀 是 我又介紹你的樂儀 你又介紹自己的樂儀 有沒有多個資訊可以介紹給大家呢 我是一個DJ來的 明白 好 你想煮的菜式是卡邦尼意粉 對 沒錯 是不是你煮西式的東西比較強項呢 都是的 但是這個意粉我都學了幾久 不用學過 卡邦尼意粉 開個罐頭就是了 對 你把意粉灑熟 然後倒個汁下去就可以了 我告訴你 你不要小看這麼容易做的東西 往往是最難的可能 的確是 因為汁就是要自己調教的 哦 自己調而已 對 那你回去細心一點 調一調去 看看那天的小成品是怎樣 好 這個我們非常熟悉了 Phoebe 但真的不知道你叫Phoebe 我通常叫善文友 對 我叫油油 油油 對 我叫另一個陳 沒事了 我直接算一下自己 你叫我文友 我幫我叫文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Phoebe 善文友 我會做一個 蘋果士多啤梨多士 蘋果士多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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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士多啤梨多士 蘋果玫瑰花多士 那上面就放了 蘋果士多啤梨多士 對 上面就放了士多啤梨 因為夏天熱 所以讓大家多吃多一點生果 玫瑰花是整支相片 還是 用蘋果刺出來 都連著刺是不是 都照相片 原汁原味 那個刺才是主菜 玫瑰花是拿蘋果刺出來的 然後再捲成一段玫瑰花 哇 這樣看到的架勢 很漂亮的捲出來 沒有玫瑰花在裡面 這個應該推銷賣相多一點 到時真的要看看 好 接著是Yunis 咦 隔著隔著隔著 很快就回來了 大家好 我是陳慈恩 Yunis 我做一個是 芥末煙三文魚薯仔沙律多士 什麼 很長 我重複一次 芥末三文魚薯仔沙律 但是是一塊多士來的 芥末薯仔 他們好像都輕做多士似的 是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什麼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是一塊多士 然後切塊四份的 這樣就 哇 很難啊 不是啊 其實 哇 這樣真的 都要花點心機 芥末薯仔厚不厚的 不厚的 很適合女生吃的 我們三個主持都是男 嘉賓都是男 即是歧視 你是不是很想提早 不要被人趕出 現在趕完之後 很害怕啊 現在趕完之後 不要緊 還有時間 給你去研究一下 下次煮一些 男士的菜式 給你們 好 好 回到這裏 Linda 之前你和小朋友 經常一起煮食 你應該是沒有了 是啊 我很喜歡 我經常喜歡吃東西 我做過 我是小廚神 是明珠 經常吃 今次我自己煮 是叫做菠蘿爆爆飯的 因為呢 它的外形呢 是像一個手榴蛋 爆炸的那些 不過呢 它不會令到你爆炸的 你吃了它 它會令到你爆出來 有創意啊 這個 什麼啊 我覺得 菠蘿 像一個小菠蘿嗎 它是菠蘿的 是成它好像一個菠蘿 但是呢 我知道 知道是菠蘿 就是我 如果我不吃 我一下子丟出去就很方便 沒錯 很少而已 是啊 我覺得它可能近了小朋友多 所以它的動作 還有改名字呢 都是很小朋友的 你可以加上爆炸糖 下去 爆爆飯 可以試一下啊 可以想一想 你給了一個提示給他 好 接著到Nathalie 大家好 我是Nathalie 梁凱晴 Nathalie很高 你介不介意脫了高跟鞋 才再回答問題 你喜歡煮什麼吃 我煮的跟Kelly一樣 都是很有營養的 我那個就是 彩虹南瓜炒泥蜜 彩虹南瓜炒泥蜜 泥蜜 泥蜜 很流行的超級食物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健康一點的東西 還有研究如何把食譜變得健康又好吃 因為這樣說我的名字 真的有點像是泥 即是啡色的 它炒泥蜜 是好像飯一樣的 但是它就是 粗口來的 這個好像是 哈哈 它完全不理會我們 哈哈 到時候可能 高蛋白質就說粗口可以的 其實 有營養就可以了 蛋白質幫助老婆發展 可能可以改一個更漂亮的名字 給我菜式 好嗎 好了 謝謝你們 請第一組 剛剛和大家聊過的 五位朋友出來拍照 OK 好 很快就到第二組的朋友來見面 為甚麼大家都那麼害羞 我們站右一點 你們五個一起拍照 現在聊了幾句有沒有擔心 還是很放心 OK OK 我挺有興趣的那個包包飯 包包飯 對 純粹因為你覺得是菠蘿炒飯最穩陣 那個食為其次 最主要可以防身 好 麻煩你妹妹先 Thank you Thank you 麻煩你們到後排 站一站 啊 六位嗎 六位 多謝 數漏了 算我七位也不行 好 然後第二組 第二組 我們有 Chucky妹妹 站過一點 Mandy Mandy 然後Joyce Homan Mandy 還有另外一個Mandy 還有 1 2 3 3 4 4 4 數了 好 Hello 我們跟Chucky妹妹 先聊天好嗎 Hello 交給你了 你已經有經驗了 大家好 我是有思以來 第一次戴眼鏡出席公開活動的Chucky仔王Chucky 多謝你來支持我的朋友和現場的朋友 戴眼鏡對煮食有沒有幫助 還有你的眼鏡沒有鏡片 我會覺得專業一點 所以這次我自己設計了這個造型 那我第一味挑戰的菜 就是三文魚羊蕃茄 因為我很明顯是不太懂得煮食 就是三文魚拌蕃茄 是要加個羊 不用下去 好像很駕駛 不用煮的 那我代表 那就可以 大家看我 會煮食的會學得容易一點 甚至表明是不會煮食的 是 是 給個心理 幸好三文魚可以生吃 還有她會戴眼鏡去煮 如果她那天沒有戴眼鏡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她好跳 她說那一下就突然給個心理 就是夾分 希望不要負分 好 接著到冬章女神Mandy Hello Hello 歡迎收看冬章西望 我給你一個麥克風 好嗎 好的 好的 謝謝 今天不用外景了 你什麼時候可以 這麼多時間來煮食 是啊 就是因為不用外景 所以就出來煮食給大家吃 你煮什麼 你煮的菜叫做 愛心香蕉Pancake 我對你有點失望 為什麼 愛心香蕉Pancake 有哪個東西要煮 你問一下 香蕉Pancake就是香蕉Pancake 愛心很難煮 對 香蕉Pancake 是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Pancake通常有Pancake粉 對 那我的Pancake就是 你用兩隻椒 加兩隻蛋 攪在一起 就代替了Pancake粉 所以其實都是要煮的 就是香蕉拌東西 我以為你會有心思一點 就是做一個叫 冬蕉西望 這樣的東西 用香蕉和芒果 做一個節目名 中蕉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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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用回那個 中蕉西望 這個名字OK 你真的回去 我覺得可以細心一點 想一下 好啊 好啊 謝謝Tommy 到時候希望你會努力 好 接著到Joyce Hello Warmwork 不知為何他們的麥克風 一樣 是你的聲音的問題 你沒有聲音的 你嘗嘗大聲 我會做個西班牙紅蝦 脆肉瓜冷麵 突然加了那麼多 其實我只有五個字 脆肉瓜冷麵 脆肉瓜冷麵 你再說一次 脆肉瓜冷麵 冷麵 冷麵 脆肉瓜冷麵 冷麵 冷麵 脆肉瓜冷麵 因為夏天 吃一些清新的東西 而且女生始終要保持健康 所以就換了一個意粉做脆肉瓜麵 他們每次都是煮給女人吃 對 其實呢 扣分 男生也要保持健康 我們發現 剛才這個椒鹽是鮮油嗎 想吃 是豉椒鮮油 不是豉椒炒油 我都很健康 很不健康 豉椒炒油 你都不會想吃到 好 接著是Homeman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叫Homeman Homeman2 我最拿手是煮自創菜式 嘩 自創菜式 這個就是你的 自創菜式 也有個名字 番茄梳食補蓋飯 是啊 是不是很帥 贏了 是補蓋的 那一碟東西全部都是藥 就是鈣質 幾指 全部都是那些軟 有番茄 有番茄的蓋 就是吃完就好像刀姐 可以跳健康舞 對 你可否跳個鈣質舞 沒錯 我聽到吃完就可以蓋蓋了 真的 這個也是賣相會再重 也很好吃的 大家留意一下 支持我 到時留意一下 等你教我們煮 好 我是Mandy 好高啊 大家好 我是邱晴 Mandy 巨人幽靈 這個 幽靈 你煮這個又有些特別 他們大多數都是煮 你這個是甜品 叫彩色千層蛋糕 是否有一千層呢 因為他們計算得很足 會數 會 大概都有一千幾百層 真的嗎 一千幾百層 因為平時都很喜歡吃甜品 又想自己做 自己做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甜的 那些食物 有的 有的 你可以穿上鞋 當是鞋 她的鞋就是千層鞋 千層鞋 是照著鞋做出來的 造型 可以 我期待你 到時努力 接著就是Els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sie 陳神 Hello 你會煮甚麼給我們的主持人吃 我會煮韓式的泡菜炒飯 煮的時候要不要說韓文 儘量說少少 儘量說 你很喜歡韓國的食物 所以你們會做韓式的泡菜炒飯 泡菜炒飯 那裡面的材料有甚麼 除了泡菜外還有甚麼韓式 就是把菜式的名字炒飯一碟 我沒有說錯了 張鎮,你剛才說的都是混在一起 我沒有說錯了 證明每個都是混在一起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希望到時你有些突破給我們看 好嗎 好,我們請五位女生站在一起拍照 看來他們連改名字都好像有點懶惰 Coby,六位 六位 你經常都五位 不知為甚麼,今天很喜歡五位 六位,六位 對,他們全部都加了 羊,蒸,燉 令到那個菜式很堅強 好像很厲害,很駕駛 我的名字很長 但是沒甚麼內涵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寶蓋飯 暫時 就是這樣聽就好像寶蓋 其實是寶物的寶 一個蓋的蓋 寶蓋飯 剛剛那個爛麵是挺好笑的 爛麵 西班牙 好,接下來又到另外一組跟大家見面 我們有 Soye Kiri Alay Abi Karen 和Purple 都是六位 好了好了,首先跟大家聊天的就是 Soye Hello,大家好,我是Soye,余潔營 你的菜式將會第一次就煮呢 我的拿手菜式就是瑞士雞翼 瑞士雞翼 是呀,沒有聽到瑞士雞翼這個好像很一般家庭的菜式 是呀 其實是有難度的 是呀 其實很一般的,怎麼樣 你快點說一些厲害的東西出來 瑞士雞翼要煮得好吃 那就要煮掉它的雪味 所以其實當中也要花一點時間 這個是真的 是呀 要不然吃雪藏味 那你買新鮮雞翼就不用特意去煮這些雪味 為什麼你不買新鮮雞翼呢 簡單一點 大家方便點買食材的話 就是冰鮮 那些各大的超市都會有的 是呀 還有剛剛兩位主持說到 其實都不是喜歡吃那麼健康的東西 是 當然瑞士雞,我的味道是有一點點 辣 就是你是重口味 辣 我覺得 我喜歡吃的菜都是有一點點重口味 但是我們三位主持是辣的 我們都有很多成中名 剛剛還沒說完 送飯都可以的 就是家庭菜就是有一種家的感覺 就是溫暖 就是家裡吃飯一定會有白飯 那樣東西 送家的感覺給兩位 有感覺沒有 給你一個家的感覺 你呀 開心嗎 我今天很開心 好 然後Kiri Kiri送什麼感覺給我們 大家好,我是Kiri情美段 我這次會做的是生酮素肉丸 你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生酮素肉丸 首先是生酮是什麼 生酮素肉丸 生酮素肉丸 哇 這些好像是化學 物理才能看到這個名字 還有好像是那些 絲菇鵪那些時候 其實是不是就是素肉 應該是不是素肉 生酮其實就是低碳水低糖的飲食 那素肉丸就是 因為我本身喜歡小動物 所以就做素菜為主 他們全部吃沒有味 所以你當他們是小動物 所以吃小動物 你很吃肉 你喜歡吃小動物還是喜歡小動物 我喜歡小動物 所以你喜歡小動物 所以你喜歡小動物 所以就煮一個素肉丸出來 是沒有動物成份的 哦 即是當貓仔狗仔兔仔 這樣煮給他們吃 是嗎 哈哈 什麼意思啊 你現在當我們是狗嗎 誰認是誰認 菜式有點危機 是因為我們都是比較喜歡肉吃 對吧 儘管試一下 素肉 不要緊 很簡單 素肉丸就是另一套菜式 可以想一想 生酮肉丸 就是了 就好一點 好 可以想一想 很可愛 或者到時煮出來 就會給你們驚喜 都沒有 不過最後是肉丸 好 接著是阿雷 哈哈 是 Hello 大家好 我叫阿雷 我接下來會煮薑蔥炒蟹 阿雷嗎 是 薑蔥炒蟹 阿雷嗎 什麼名字 阿雷 這個是日文音 阿雷 你好 你煮什麼菜式 薑蔥炒蟹 有海鮮 我看到海鮮就是薑蔥炒蟹 但是這裡的菜式 煮起來 好吃的就真的很好吃 對 不好吃的話 就 我覺得最重要也是 記住 最重要是熟的 一定會熟的 煮熟了 如果不是很嚴重 這個是最大的提示 最重要是熟的 你有沒有煮過之前 剛剛有嘉賓對蝦蟹有敏感 他就 氣管 扯蝦 扯 扯 有其他東西 對 就是那個敏感 那你 笑得挺開心的 對 到時再問他 究竟吃完是扯哪個位 好嗎 到時問一下 好 然後我們有Abby Hello 大家好 我叫貴兒 Abby 你好 你好 你煮什麼菜式 我煮這個 番茄海鮮天使麵 西餐 番茄海鮮天使麵 聽起來也沒什麼問題 那些海鮮是什麼 海鮮 我在裡面 特意放了三隻蝦 吃完會 哈哈哈哈 很開心 為什麼不再放幾隻蝦 你真的怕走 被人打的 這樣就改了什麼名字 你看這裡很多 你也看到了 你笑得不知道 衝上來了 差點上 是不是想了很久的 太多會太開心 我怕笑得太久 看來他的笑點 OK 比較低 想了幾個星期 這個菜名 我最擅長是說難笑話 哦 那就是可能是一個出路來的 一路整順一路的畫 或者吸引到你們 挺不錯 是不是 剛剛講笑話 是 沒試過 就是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 是一樣的 好 接著我們有Karen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羅昆惠 我來講會煮的菜式 就是日式拉麵沙律 是很適合夏天吃的 日式拉麵 沙律 是的 是一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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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這個很適合夏天吃 而且我自己喜歡 冬天不吃得 冬吃得 但是現在這麼熱的環境下 吃就會很涼快 OK 有沒有一些很健康的那些 一聽見沙律就很健康 但他不敢說 聽見你們兩個說 沙律冷煉 其實不會有湯汁的 不會 但是會有一個醬汁的 就是自家製的 是嗎 不是 你這麼白 都是 就是全部買回來 開罐頭 就是混在一起 好 回去再想想包裝 如何銷售給三位主持 到時 好 最後我們有Purple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Purple 吳子雲 Hello 你好 你是煮什麼食 我煮玫瑰花 水煎餃子 玫瑰花是甚麼 水煎餃子 水煎餃子 水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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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 其實樣子是玫瑰花 你把餃子包到玫瑰花 是 那水煎 但為何要這麼著重 是水煎 對 煎東西不是用火的嗎 因為它的形狀的關係 所以你不可以就這樣煎 用水煎 對 即是下油煎 煎焦的底部 再加水吸進去 是 大家都這樣煎餃子 其實 很嚴重的 很嚴重 因為這個餃子是不可以煎的 是要加水的 對 好了 現在就算怎樣形容 都不知道大家的廚藝 是去到哪裡 都是的 我們可以在BigBig Channel 追蹤每一位 教大家煮他們剛才說的菜式 甚至乎在稍後節目上 都會看到他們比拼廚藝 這個時候我們一起再拍張 他們六位還沒有單獨拍照 是 拍張六位的合照 然後再來一張超級大合照 講了這麼久 大家暫時對哪個菜式是特別 有記憶 或者有興趣多些 或者最不想試是哪一個菜式 已經忘記了 已經不想記得了 都是煎 羊 就是羊 拌一碟 阿蕭 阿蕭你有沒有誰特別想吃 剛才那個炸彈的飯 爆爆飯我想吃 其他的就隨緣 暫時我覺得 最重要是改一個更厲害 或者很容易記的名字 那個 什麼低 什麼 生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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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過生酮 原來是低碳 低 低什麼 低纖維 低什麼 低糖 所有東西都低了 好 好 那個名字都不錯 記得特別去試一試 好 好 18位的美女學徒 和我們兩位的節目主持人 一起拍照 先 我們看看記者朋友 中間的位置 夠不夠 後一點 要不要兩行 要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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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點 有請 有請 好了 說到這裏 不知道現場的朋友 對我們美女學徒 有沒有心水 如果有 可以立即上去 BigBig Channel 美女學徒 投票 專區投票 沒有的話 不要緊 我們一路追蹤著他們的近況 以及收看我們美女廚房 到時候留意他們的表現 再投票都未遲 因為我們的節子日期 是去到8月6日 8月6日 而最終的結果 將會在美女廚房的節目中宣佈 好 合照拍過後 多謝各位 也多謝蕭公子和張震朗 Thank you 再提醒大家 美女廚房將會在6月2日 即是星期六 晚上9點半 在翡翠台隆重首播 大家千萬千萬不要錯過 大家也要緊貼BigBig Channel 留意美女學徒的最新動向 同時記得去投票給他們